因为SCP-722的独特性质 至今还未能尝试受用措施的有效性 目前的措施着重在维持SCP-722目前的状态 直到找到更加可靠和稳定的方案 因时刻监视SCP-722的脑波活动 心率和体温 以及SCP-722目前牺牲的冰河的完整性和体积的变化 尤其是康格尔隆萨克冰河 八个连通点分布在冰河上不同位置 每个都以气壁所封闭 在冰河内部进行了消音处理 每隔四小时向冰河内注入接近液态的氮气 以尽可能降低内部温度 只有在紧急维护时才允许进入SCP-722的洞穴内 进入的队伍由低检人员组成 至少两个三级特工作为保安 任何进入SCP-722所在地的人 都要身着高端基地防护服和一个夜市警 因为洞穴内没有光 安保营员应该配备消音标弹枪 并且在使用时应非常谨慎 在维护过程中试图以任何方法 伤害SCP-722的人 应该被立即毫不犹豫地处决 无论安保等级 保安人员应每隔10分钟汇报一次情况 一旦报告了失误情况 洞穴内应立即灌满氮气 直到所有生命机上搜尸 所有进入SCP-722所在洞穴的特工 都被告诫不要与SCP-722有任何接触 因为其状态极为不稳定 因不计一切代价地避开SCP-722的末端 若不慎接触到SCP-722 建议特工立即离开韦地 并向出地的医生报告以解读 描述 绿色和平组织拍摄一部 关于全球暖化的纪录片时 在格陵兰东部的冰山 发现了SCP-722 在深入康格尔·龙萨克冰河南端的 一个冰袭中后 他们在冰河中发现了一个 被磨平很久的隧道网路 并沿着隧道最终到达了一串巨大的洞穴 洞穴内似乎是一条巨蛇的身体 一个小时后探险队离开了冰河 前往附近的 证 数小时内队伍中大部分人 都出现了大量不同症状的集合 从08节肿大到皮肤迅速快死的 一切病症都包括在内 到晚上队伍中所有人均死亡 一个SCP-722会侦察人员得知消息 并且通知了最高指挥部 所有的报告中都描述 SCP-722是一条鹿七蛇 拥有惊人的尺寸、长度和腰围 盘绕在来历不明的一系列隧道内 SCP-722其身的大部分隧道都绝对关滑 不过有一些部分 尤其是SCP-722头尾附近的通道中 可映着某种古代北欧字母 所有翻译这些字母的尝试皆告失败 而且这些文本出现在11世纪初 鸿湖在艾瑞克到岛上建立定居点前 历史上在这之前 和林兰岛没有任何居民 因此这些字母的来源源是迷 SCP-722明显处于长期休眠中 而且身体的很多部分都已经潜入冰河中 可能是由于摊邦或者部分冰块 今年累月的融化和重新冻结 一般这种情况下 SCP会被分为优克里级 但是一旦苏醒 SCP-722的巨大尺寸 目前估计为8到12公里 会对附近城市甚至整个世界造成巨大威胁 另外 物体具有强大的自我防御机制 建附件文档722-A 文档722-A 未知毒素722 SCP-722的皮肤可以分泌一种 目前未能解析成分的强力毒素 基于中毒者不同 症状也不同 但结果都是死亡 至今所有合成解毒器的尝试均告失败 收集毒素作为样本或者武器的行动 全数失败 在离开母体之后 毒素迅速烈化 在送至实验室之后 已经毫无用处 提取毒素的行动亦可能很致命 无论是适合何种危险防护措施 考虑到人力损失 以及在这个哨战获得更多人的困难性 建议停止任何进一步实验 文档722-B 防御机制 教授和特工都认为SCP-722的毒素并非是防御性的 而是作为武器使用 这个理论基于根据事故的报告而被广泛认可 根据冰河最北端的毒物 以及被毒物影响者的尸检 似乎SCP-722会护出低浓度 但原来致命的毒素 地球自然界中 没有以毒素作为武器的爬虫类动物 因此已经因研究团队的要求 做出了通知 文档722-C 备注 暂缓对冰河内部的探索 禁止一切进入冰河的行动 其客生肖 行息维护除外 自从 事故以来 SCP-722的脑部活动 已经上升了0.9% 任何未经授权 而试图进入冰河的人员 都应被无条件射差 无论安保等级 特工和无关人员 在对待SCP-722时极为草率 我借此机会提醒你们 我们对付的事 会影响世界的重要Keter及SCP 如果塞103还想继续运转 我们就必须保持标准安保方案的实行 我的前任因某种原因而被撤职 如果你们跟随他的脚步 你们就会和他落得同样下场 Break Gen 文档722-D 备注 对毒素而可能解释 博士提出SCP-722 和其他大型爬虫类动物中 可能有的系统的联系 特将其分类为属于或近似巨蜥蜀的物质或蛇系亚种 并且称它以巨大的体型和口中的坏子毒素作为补食武器 目前提议派遣一个扫队 去提取基因测试所需的活体组织样本 以及如果可能的话 更多的毒素样本 以寻找细菌活动或细菌活动的痕迹 以上就是SCP-722 简单地说SCP-722是一只身长8-12公里的巨大蛇状生物 休眠在冰河中 具有致命的毒素 会导致接触的人死亡 这个SCP的灵感是来自北欧神话叶梦加德 叶梦加德是一只巨大的海蛇 并且体型大道能环绕地球一圈 因此也被称为世界蛇或城市巨蟒 他是洛基和女巨人埃尔伯达所生的第二个小孩 哥哥是魔狼芬里尔 妹妹是死神赫尔 他与雷森索尔是宿敌 并且在初神黄昏中与雷森索尔同归于尽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CP后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